大家请看这张照片 是当我在写Lord Jesus的时候 看到那个字Lord RW有图片出来 然后把它照个照片 把它放大 放大了可以看到一个男生 他很帅的背后 穿着这个黑色的TASUDO 就是一种西装 然后在这个字R 这个字母R那边 可以看到一个男生 然后他的背是像我们的 那在他的前面是一位新娘 是一位新娘穿着婚纱 然后可以看到他的脸 他的脸好像是照片照出来的脸 不是画画的脸 然后好像他的手 在那个男生的背后那边 有着好像是新娘的手 带有着三件礼物 如果你可以看到一层一层一层 三件礼物 然后还有一个在那个字叫什么 那个字是 没有那个字母D D的字母 字字的那边 可以看到有一个男生 高高的男生 看着这位新娘跟新郎 我相信这个男生高高的在那边看着可以代表阿爸父 其实有时候看起来好像男生的脸 因为他比较小 而且是侧面 因为蛮像阿爸父的 但是也不能够肯定这时候是阿爸父 但是就是有一个人站在那边 看着新郎跟新郎 好这边我们就今天晚上就读启示录第十九章 就讲到绵羊的婚宴 感谢高阳的婚宴 感谢赞美主 阿们 大家在主里平安 感谢赞美主 现在西方还是星期二 11月24号 那东方还是早上是星期三早上 就是11月25号 感谢赞美主 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 我们真的会回家的 我们要继续努力 那要记得我们要远远的感恩 远远的走真一路 远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足道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主耶稣是不可能到阿爸父到天国的 还有一个要记得我们要爱 我们的上帝以存心存信存意 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这是每一天上帝提醒我们的话 要记得我们要记住这些话 要不只是听到这些话 而且要去行道 主耶稣说如果我们爱他的话 我们就会遵守他的道 就会遵守他的命令 那谢谢地位华强先来的李明治良 也谢谢Kelvin 这些信息在YouTube里头 还有他自己我相信中国也有其他令 在YouTube 那或者是还有其他 不知道Kelvin现在有几个了 OK 感谢赞美主 当时上一次在西瓜那边 已经被authority拿掉了 因为很多人看就拿掉 但是我们也为这些弟兄姐妹们 有听过这些信息的继续有信心 继续准备自己主耶稣的再来 新郎就要来接新娘 好今天我不读李明治良 因为刚才跟大家讲过了那个照片 那个照片是我在写Lod Jesus的时候 有图片出来 对不对 大家好好欣赏上面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主耶稣那个新郎就代表 主耶稣新娘就是代表我们了 准备好的新娘 所以我们就读这个高阳的婚约好不好 那我们就从启示录第19章第一节开始 因为讲到圣经我们就很开心 这边也是讲到我们的上帝是真实公义的 好第一节19章第一节开始 这事以后就是约翰在天上看到其他情景之后 他说他这件事以后 他听见天上好像有一大群人在呼喊着 换说哈利路亚救赎荣耀和穷人 全病的穷人都归于我们的上帝 因为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 上帝审判了 那用淫乱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就是说主耶稣要来审判那些 卑微的违背上帝的 做了这些败坏的事情 带人走下地狱的这个大淫妇 大淫妇是谁 大家都可以说是这个兽系统 因为这个兽系统已经在世界蛮久的了 我之前有讲过 所以那还有一个是好像 这一次美国欧巴马的时候 就合法了同性恋 还有多胎走得非常厉害 还有吸毒 加拿大也是一样 吸毒是公开的 吸毒是合法的 这些都是带人走下地狱 毁灭家庭 所以这种系统 这些灵袖 他们会受到很大的审判 还有这些国家 虽然国家政府做得这么败坏 但是人们又没有去跟怎样 protest 就实行跟政府说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们没有 就让他政府去攻击别的国家 做非常卑微的事情 他们就认为说 反正美国不会被别的国家打过来 反正美国是最强的 英国是很强的 所以就继续打别的国家 把他们打掉 杀掉 就好像兴起ISIS这些 所以其实最近俄罗斯那边 有抓到好多ISIS 对不对 从斯利亚那边抓到很多ISIS 那其中有30个ISIS 讲一万的话 就是说他们参加ISIS的时候 那美国训练他们两个月 训练这些ISIS 这些恐怖分子训练他们两个月 而且好像之前讲到 是从英国兴起的 在英国兴起 在美国也放钱进去 还有德国法国 这些钱放进去 就是给帮助这些ISIS 他们来打这个斯利亚的政府 然后当然利比亚那边 也是被美国打到浪掉了 总统们都被杀了 所以这些都是违背上帝的事 不要我们做基督徒 不要认为说 他们做的是好事 没有 虽然他们杀的是穆斯林 但是他是这件杀人的事 把国家把他打败 是卑微的事 是晃罪的 是晃了上帝 是非常犯法的 所以不能够赞同这些 so-called基督徒国家 来做这些败坏的事情 是不荣耀上帝的事 所以为什么今天上帝 兴起这个Donald Trump 他今天要把他拉下来 因为他没有做好见证 而且做了很多卑微的事情 把斯利亚的油田拿掉了 把他们使他的国家不能够再重建起来 这些 还有更不用讲到蓬佩奥 蓬佩奥如果他们第二次在做总统 在做国务卿的话 那蓬佩奥很有可能2024年他要做总统 那如果他现在没有被兴起的话 Donald Trump没有被兴起 他没有被兴起 他到时候就很难做总统 他是一个败坏的基督徒 好 第三那边 第三节 他们又欢呼的说 还有一个就是受系统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 神跟我讲 谁是这些那个受系统的灵修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底基督 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讲了 第三节他们又欢呼的说 哈雷路亚 魂烧大淫妇的烟不断的上奔 是不断上去 那天看到那个烟一直在冒上去 直到永恿远远 第四节 那24个长老跟4个活物也呼呼敬拜 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说 阿们 哈雷路亚 第五节 这时候从宝座那里发出了声音 说什么呢 上帝所有的仆人 跟一切敬畏祂的人 OK 无论尊卑老少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 那就从宝座那边发出声音 说上帝所有的仆人 跟一切敬畏上帝的人 那刚才七点的时候 我有看到三个异象 就是很亮的金色的光 照着时钟的上面 12点的单位 12点的单位写着2 2就是回家 在12点的单位就是说12月回家 然后又看到写着有谁 有谁是红色的笔写的 而且是红色的光照着 有谁 有谁 有那些人呢 有那些人会被提的呢 那我就神啊 你给我聪明智慧啊 然后他就给我看到写着敬畏的人 就是说那些敬畏上帝的人 OK I fear of God 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就会被提 当然怎样是因为敬畏上帝的人呢 就是刚才已经讲过了 每一天感恶 每一天走正义路 而且遵守上帝主耶稣的命令 这些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人 OK 有做到的人 他们一定被提了 还有奴仆 当然奴仆也要敬畏上帝 也要做得对啊 不能够一边侍奉上帝 另外一边做卑微的事 OK希望人家给钱越来越多 OK要累积这些财富在这个世界 那这种牧师传道一定被留下来的 还有基督徒也是一样 那这边讲到 不管是有钱没有钱 卑微的 或者是怎样地位很高的 这些老的小的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 就是每一个人都赞美上帝 第八节 我听见有声音好像一大群的呼喊声 又像那个海洋上的那个波澜的声音 又像雷达的声音 说哈利路亚 因为我们的主啊 纯能的上帝已经掌权了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掌权了 第七节 我们应当 讲到这边 提醒刚才 照片里头是讲到主耶稣的婚宴 所以我们这一次过去 我们去参加主耶稣的婚宴 只有那些准备好了的新娘才有资格进去 好 那这边讲到我们应当欢喜快乐 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 因为高阳的婚宴到了 婚宴到了 他的新娘已经准备好了 那获卷穿那些能够有资格 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光亮 洁白的细麻衣这些圣徒呢 就成为主耶稣的新娘 在他们的行为上都是公义的 都是正义的 第九节 天使奉护 就是约翰说 你要写下来 被邀请参加高阳婚宴的人 是有福啦 所以大家能够被邀请参加主耶稣的奉宴的 是有福了 他又说 这位天使又继续说 这是上帝亲口说的话 千真万确的 所以到今天 谁还在怀疑 我们这些每天看到的印象 每天神公们讲的话 还在怀疑的话 这种人是没救的了 OK 第十节 更不用讲到 以后要经过天灾地乱 要经过饥荒 这种人能够饥饿吗 就算饥饿到死 能够忍耐吗 能够真诚的坚持到最后吗 我希望会不会就有火炉在等着 所以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第十节 我胡胡在上帝的脚前要拜他 OK 要拜这位天使 那这位坚持就说 千万不要 不要 OK 我跟你 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 同是上帝的仆人 那这边讲到 当然这个天使是上帝 也是上帝的仆人 可是如果是天使的话 OK 天使说 我跟你们 并且跟那些弟兄姐妹们 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 都是上帝的仆人 这也可以啊 天使也是一样啊 也是做上帝的仆人 对不对 OK 也有可能是上帝 也有可能是主内弟兄姐妹 主内圣徒 但之前很多神学家 就认为这个天使是圣徒 但是如果这样读的话 也可能是天使啊 因为天使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合作啦 同样是上帝的仆人 好 我会接下去 跟大家分享 看到的一项 今天 这个经文就读到这边 还有后面 那这位天使就说 我跟你同样是上帝的仆仆 你要敬拜上帝 因为预言的真谛 预言的真谛 就是为耶稣做见证 有没有 大家 我们跟人家谈到 我们怎样重生 我们怎样认识上帝 今天听上帝的话 也要准备背题 这些都是做主耶稣的见证 所以不要失去这美好的机会 一定要向前奔 继续跟人家分享 主耶稣就要来了 感谢赞美主 阿们 好 大家看 就是今天星期二 11月24号的 Journal page 第一那边 我是 第一个是 昨天23号看到的一项 那就是上面这个四方格里头 是看到主耶稣 他看到主耶稣 但是他是黑白的画面给我看到 而且会动得他身体转过去 给我看到的是 Live的是真实的 那他的下面就有一个红线 红线只有短短而已 我相信这个红线是讲到 从开始到最后 应该是代表一个月 就是说11月23号 22号或者是23号开始走 应该是算23号 因为就从东方那边开始算起 OK 23号就这样走 走到完的话 就是12月23号 OK 那我们呢 神一直跟我们讲 32就是后面还有加两天 一个月30天 后面加两天 那就是24号跟25号 25号就是主耶稣 在主耶稣的宝庭 在他爸父宝座前 唱这首新歌 昨天的 Junner page里面 昨天有跟大家分享了 好 早上9点10分的时候 就看到红色的字 很大字的 三 然后天 其实那时候 我是听到声音说 耶稣吗 耶稣吗 好像讲两次 耶稣吗 耶稣吗 什么耶稣吗 耶稣吗 然后就看到三天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想起什么 主耶稣被定的时候 OK 是了 第三天复活 对不对 所以一直讲到三天 有二三天 二三 二三是什么 OK 那讲到三天 是不是讲到 因为这个像是西方 比较像西方 那西方 我们expecting是 星期二回家 也是一个星期的第三天 对不对 那也有可能讲到 星期三 星期三也就是二十三 二十三 那西方有可能二十三吗 到现在还是讲回去 二十二号 是星期 星期二 也是一个星期的第三天 但是到时候 我们就会一清二楚了 所以这边有讲到第三天 就是星期四是第一天的话 星期二第二天 星期一第二天 星期二就是第三天 所以有讲到三天 因为主耶稣是第三天复活的 所以其实我们这些意义 都是配合圣经里头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不能够自己 怎样讲 圣经就是圣灵 inspire那些先知们 或者是这些弟兄 诚恳的基督徒 他们写出来的 或者是诚恳的使徒 他们写出来的经文 这些 讲到神的国度这些 还有就月里头是大多数 都是先知们写的 先知对啊 好 接下来 是什么呢 接下来是这样 看到底端是 是红色的 下来一点 然后又红色的过去 那一点呢 那个就是代表 十一月的尾端 OK 我们十一月里头 我们有23号算起 22 23 没有 然后算到30号 就是那一画下来的 红色的线下来的 然后从西到东 那个就是讲到12月的 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有字在那边 但是还没有看清楚事情 已经看到Jero Jero就是很亮的 在我前面写着Jero 后来这个Jero就变比较萌去 但是他其他的画面还在那边 那再三遍一点 是灰色的四方格 就是跟我们讲的 最后的四个月 最后的四个月 哪四个月啊 就是9月 10月 11月 12月了 好 感谢赞美咎 那这个时钟 大时钟 我们是花24个小时的 那就从 我们花哪一个 就从20号开始 因为之前有看到12点单位写着20号 那20走走了一圈 这个一圈是32 对不起 不是24的 是32天的一个圆圈 因为一直看到32 32 32 OK 32 那就到12点的单位 就是22号 然后23号 24 25了 好 大家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那我就不多讲 那接下来有看到这个楼梯那边 好像楼梯这样下来 那有一格一格这样 有 橙色的 有蓝色的 还有 大概有一点黄色的 又有青色 但是我只花了三个是一个代表了 其实我有看到四五个 因为花的时候就花错了 我也懒惰去把它读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很不方便 因为眼睛不是那么清楚 就得过切过了 好不好 大家知道它的意思就好了 但是也不能够太离谱 对不对 也要花得不错 如果它的太离谱也不行 一定要把它重画 对不对 好 第三那边是看到这个 这什么 竹菜的顶 这竹菜的顶是一个杠的 杠铁 很厚的那一种杠 很高贵 很优等的 很厚的那一种杠做的这个顶 这个walk 然后没有看到一个圆圈圆圈 没有没有看到 就是新鲜的会发亮着银色 银色就代表救恩 我相信这个是代表小孩子 baby们都是天使下来 这样借了直接上去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轮胎 这样一卷一卷一卷 但是另外一个就看到 是你拿着一个顶 这个顶跟刚才的顶不一样 这个顶下面有圆圈这样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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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背体的路 就是天路 他就给我看到它的底端 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这就是代表天路 就是代表天路 回家的天路 好 意思讲已经准备好了这一切 好 第四那边是看到圣灵拿着这个 对不起没有画圣灵的手 因为画他的手又想怎样画怎样画 那圣灵就跟我讲说 不用画他的手了 就是一个网 网是狼灰色的网 然后狼色再加灰色 狼色再加灰色 很有可能这个狼色再加灰色 应该现在狼色没有了 不在狼色的线 已经在红色的线上 还有一个就是青色 为什么呢 昨天有看到主的手 带着这个青色的手黄这样 板在那边或者是手黄在那边 这边讲到这个网 这个网已经胜利 已经把它洗干净 然后水就把它倒出来了 OK就倒出来了 意思讲这个台阶已经过了 好接下来是看到小小的 baby的网 狼色的网 然后里面没有东西 之前有看到葡萄这些 有没有 但是现在没有 一粒葡萄都没有 也没有看到 瑞幸这些都没有 但是有看到一个汤匙 这个汤匙是向 支支上去的 就是绿点的单位 这样支支上去 就是讲背题的意思 然后汤匙是代表救恩 支支上去 这十二点的单位 就是十二月了 好接下来呢 现在是我想起什么 之前看到的一项 joy on six 六点到十二点 通常六点支支上去 不是十二点吗 就是上去 所以其实六也是可以 讲十二月 所以六就是六点的单位 joy on six 就是在六点的单位 六点的单位 支支上去就是十二点 也就是十二月了 好接下来是看到 这个白色的杯子 蛮大的这个杯子 它的手把就是 我们的方向 那我们的方向的意思 就是六点 或者是支支上去的意思了 已经白色了 我们应该圣洁了 要回家要上去了 好接下来是看到一个盘子 白色的盘子 然后盘子里头呢 有看到一块两块三块四块 这样差不多整十块的joe这样 然后中间又有红色的 红色的也不知道是什么 可以说是joe啊 把它放了蓝红色 红色就是代表大日子 OK红色代表大日子 如果这边讲到 如果有11粒的话 很有可能代表22 之前有看到11 22 11点22分 就是11就是22 好接下来就看到 其实我有点把它adjust了 其实它下来是另外的 那是我把它吃的东西 就把它放在一起这样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盘子 那像是我的左边那边 比较大的盘子 但是只看到四分之一 那是青菜的盘子 我只看到四分一 意思是讲其他的自己已经走过了 现在只分剩下四分一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讲到11月 11月就是青色 也会说是青色或者是狼色 也就是狼青色 神一直提醒我们狼青色 被子狼青色 记得吗 OK 那11月剩下几天就完了 就进入了12月 所以这个前面的那个是粥 OK 比较小的盘子 因为我们不到一个月 12月23 20 23 所以它的盘子是比较小的 盘子比较小 里面也有粥 但是没有给我看到几块 就是一堆的粥这样 这个粥也是可以代表 我们这些人都是吃粥的 所以我们吃的东西 你给外面的普通的基督徒 他们是不可能去了解 很难的 除非被圣灵真正的感动到 OK 这个人或者是这种人是 已经有爱主的心 或者是谦卑的 不固执的 不骄傲的这些基督徒 很有可能 他会尽量去了解 而且会祷告求主了解 OK 那不管别人了解不了解 我们还是要继续做 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了 那有一个盘子是向着上点的档位 上点就是亡了 亡了 所以呢 OK 这个盘子是白色 是小的 白色也就是圣洁了 应该我们应该是圣洁了 但是每一天还是不可以换醉 接下来 那你说莉莉很辛苦 如果真正爱主耶稣的话 大家都会感觉到很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爱主耶稣 当然要给主耶稣 圣上最好的啊 好像自己懂得给自己的子女最好的 难道不能够给我们主耶稣最好的吗 我们说爱主耶稣 比爱我们的子女更多 那当然应该先圣上的 就是圣上主耶稣了 对不对 好像大家会懂得爱老婆 爱妻子 那你懂得给妻子 给老婆 难道上帝就不用吗 对不对 一定要的 上帝是排第一 有了 上帝才有一切 家人才会平平安安 忘事都在主的手里 对不对 而且幸福快乐 好 接下来是一个一张纸这样 上面写着一 然后两条线过去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开一张钞票的话 他你写他的数字多少钱 后面不是有画了两条线 两条线就是period OK 就是这样了 OK 没有再加 也没有减了 OK 我相信这个一 就是代表一个月 也就是one finishing 一个月 然后下面的二三 有可能代表23号 也或者是星期二 星期三 好 接下来 我们不是之前神给我们说 二三 二三 有三个二三 还有上面又 有下面又 有很多二三 OK 二加三就是五 五就是恩典 二乘三就是六 六就是喜乐 喜乐 再上去就是12月 OK 回家 好 接下来是这个手提电话 手提电话的 他第一面呢 是有两个方格 OK 通常是人家 send给你video 还是什么 就那个link 两个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 看到谁 Michael Jackson 我没有写下他的名字 看到Michael Jackson 你知道吗 亮亮的在我前面 就赏一下 看了一清二楚 然后又回去这个电话 那电话下面就有写着去 那大家都知道Michael Jackson 是什么时候去世 我记得一清二楚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我在澳大利亚 我也encounter 那个Michael Jackson 他没有去世之前 看到三个邪灵来 来害他 这个经济 我之前见证 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如果要听到 还没有听过 就可以进去YouTube channel里头 有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 encounter的情景 Michael Jackson 那接下来 那Michael Jackson 他去世是在几年 去世的 他是2009年6月的时候 那2009年一年了 2010年 2011年 1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重步到第12年 他去世到今年 是第12年 所以也是我们回家 也是第12个月 12月回家 所以Michael Jackson 是代表12月 他去世到现在 第12年 好 下面写着神圣的亡了 去就是神圣的亡了 那有两个长方形 是代表什么 就是代表最后的两个台阶 我们现在走 最后的两个台阶 之前神有跟我们讲 说什么 他是多少一个台阶 是18 18 36 对不对 我们还在 第二个台阶里头 最后一个台阶 是最后的18天 还没有到 所以还在 最后的第二个台阶 好 接下来是看到 这个好像失踪 很大的失踪 然后在 在东方那个位置 东北的方向 他就画了几个画 上去上去 就是讲到我们在11月里头 还有这几天要走过 好 接下来 就红色的2 写在很近 那个3点的单位 那3点的单位那边 就写着上 其实 这个失踪 不只是12个小时 是24个小时 很有可能36个小时 今天我们知道说 32个小时 OK 那或者是代表36 那也不要紧 就是神说 星期二 星期三 就是我了 OK 就是大字子了 好 接下来上面那边 写着今天 这是昨天看到的 印象 就是23号看到的 写着今天 今天就是23号 然后 有倒转的 今天下 那今天不是 这个月的今天 是下个月的今天 这是下个月 12月的23号 OK 天上就下来 接我们回家 好 接下来 有看到圣灵 OK 他拿着一只鸡 那鸡是杀过的 要煮菜的鸡 大家都知道 我每天煮饭 都问圣灵 圣灵 你觉得我要饭多少 我变成一个习惯 每天就跟圣灵 一起在煮饭 这样 就问他 我要加多少 就没有骗大家的 你问我的女婿 她每天都有 应该是差不多 每天都有听信息 她也会 听我现在讲的话 真的 她常常 好像今天她说 妈妈 我们去庆祝 他们的 第九朝年 结婚纪念 2012年到现在 是第八 第九 第九 OK 9th anniversary 不是八 应该是九 anniversary 那 第八个anniversary 怎样送罚 OK 他说去了 吃了回来 也不会一直想念 那个菜真的很好吃 但是 妈妈 你每天煮的都很好吃 所以不会想念菜馆的菜 那谁跟我一起煮饭 就是圣灵 OK 她会跟我讲 你要换多少 多少 我都很少看recip的 就是 圣灵 我今天要煮这个鸡桌 你觉得我要放什么 OK 大家 大概你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这是真实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OK 那接下来是看到 那个西网棚那边 OK 有一粒鸡蛋 是 棕色的 OK Brown color的鸡蛋 OK 在那边 鸡蛋就是代表什么 就是代表新生命 OK 我相信鸡蛋也是代表 一个月吧 OK 今天到 我们剩下一个月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是看到 这个平底锅 OK 平底锅里头的水 只有一寸的水而已 然后圣灵就打开给我看 你看水只有一寸而已 OK 一点点的水 什么水 水也是 也是 可以代表神的话 对不对 OK 良神的话 也可以代表 Living Word of God Living Word of God 也就是Living Water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就是看到圣灵 哪一个一双的筷子 然后面条 差不多上四条 这样拉上来 然后另外一只手 拿着那个汤匙 当然这筷子 是来拣选新娘的 一个一个拣选上去 然后呢 汤匙是代表救恩 OK 接下来是看到 主耶稣 所以主耶稣也是圣灵 好像我看到半透明 但不要紧 是一样的 大家 其实呢 是怎么说 昨晚 昨晚是吧 OK 我要睡觉一下子了 我就跟 很久没有跟阿爸父讲话 以后祷告就不一样 跟阿父讲话 讲话就是 其实我大多数都是讲话 那我就靠下来 很想阿爸跟阿父讲话 然后讲话 真的阿爸父 那个前面有亮观了 然后就跟我讲话 OK 讲一点 他叫我去睡觉 OK 已经很迟了 然后我想着 阿爸父就有主耶稣 对不对 就想跟主耶稣讲话 后来主耶稣叫我去睡觉 然后大家没有骗你们的 我就会听到声音 敲这边 敲那边 跟我讲 他就在这边了 很开心 真的 OK 那更不用讲到圣灵 圣灵呢 昨天下午跟大家讲过 我不是有一个短短的梦 梦到那些 其实我已经四点多要起来煮饭了 因为刚刚睡一阵子 要上来起来煮饭 那圣灵呢 其实在我的头上 我的头 其实我知道我的头 常常会好像垫垫垫在那边 然后他就拉我 其实是眼睛看不到了 但是鼠林上我知道有 他就拉我的那个拼 这样在头发那边 有放着东西这样硬硬的那边 他就拉一下 然后我醒来 其实我醒来当中我在想 是不是小孩子 我的孙子在叫我 还是弄我醒来 但是当我在醒来的时候 跟我讲不是孙子 不是小孩子 是大人 OK 是大人 我在想大人 没有可能是我先生 然后醒来 我这边 不是圣灵 常常出现的地方 没有人 OK 那一定是圣灵 圣灵讲他不是小孩子 对不对 OK 感谢赵妹祝 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 不要觉得奇怪 这是真实的 常常发生的事情 OK 但是这样叫我醒来 这种方式是第一次 OK 这样是第一次 有其他 有时候会 很久了 我最初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常常有人要来找我 之前我圣灵就会叫我醒来的 那一种 已经几十年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这个 你知道吗 这个白菜 我们过年不是喜欢买这种白菜 它很耐 你冰厨很满 你不用放在冰厨的那一种 这种白菜有一叶 好像一把还是一叶这样 然后就可以看到前面的叶子已经切掉了 那就看到圣灵要把另外一段要把它折掉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11月要过去了 那就剩下12月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一队的筷子跟一个汤匙 他们已经排在那边了 筷子就是来检选我们 我们是被检选的 We are the chosen ones We are the chosen saints We are the chosen ones to be ruptured 然后汤匙就是代表救恩 就是神用汤匙来借祂的新娘 汤匙代表借回去 OK 救恩到了 那是路加福音第28章12节 12章28节 好 接下来是这样 看到好像一块布 或者是指这样白色的 这样下来 然后就看到 我忘记是哪一个 写哪一个了 就看到又在一样的 画面在差不多一样 但是这一次有一则两则 就是变成三段了 然后我在问神神什么意思 然后就看到 当你什么东西当我呢 后来给我聪明智慧 就是说 大家记得在去年 应该去年 就在厕所的门那边 就拿到卫生纸 有没有 一帖的 好几次 但是我这一次是指着 有一次是在 厕所的门这边 OK 进去的那个门那边 拿捡到 拿到 我知道是上帝方在哪边 就拿起来 当我拿起来 打开的时候 是上张 对不对 就好像看到的印象 打开上张 但是很快的 你就是不知道 怎样变的 你不能够figure out的哪一种 怎么会长去 那它不是三个吗 怎么现在变成长掉 你不会看到它变长 就是它自己长 你都不会 不会知道 当你知道的时候 已经变长了 已经四张卫生纸了 之前只有三张 但是当你知道的时候 已经四张了 你就是不知道 在怎样去变了 我真的没有看到 对不起 OK 所以就是指的 什么是三 什么是四呢 我相信 三是第三天 就是一个星期的第三天 就是星期二 一个星期的第四天 就是星期三 OK 我相信是这样 如果说 我们是星期三 星期四的话 那东方就是24号 我们西方就是23号 那也无所谓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回家 12月就回家了 OK 感谢赞美酒 好 接下来是看到手提 这个手提 这新的很亮亮的 手提 我在想说 很有可能 我们去星天星地 每个人都有手提电话了 除非你太小了 谁说你 要努力读书就是了 不要用手提电话 你不需要 哪里都安全的 小孩子去哪里 都不会不见的 OK 都不会受伤的 而且也不会沉的 也不会车祸 什么 什么都没有 所以 还有一个 大概我有看到 几个圆圈 但是没有去算 所以也不知道几个 我相信 我只相信说 这个是到 星天星地 每个人都有手提电话 而且也有电脑 我有看到电脑 对不对 看过电脑 所以大家不会 miss这个世界 都是没有一样东西 我们会miss的 另外一段 有更好的 OK 而且没有天灾地乱 没有眼泪 没有受伤 没有车祸 也没有战争 OK 也没有病毒 这些混乱的东西 都没有 好 接下来看到32 之前不是看到 红色的32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换了 这个时钟 32点的 时钟就是 一个月再加两天 那这个预算是 昨天看到的 昨天23号 那走一圈的话 就到了22 对不对 和22 22呢 再加后面的 20 23 24 是不是 20 如果是23的话 23的话 就到24 OK 然后再加一两天 24 25 好 那接下来 是看到一条线 这样从上面到 就是我这样看过去 它就从上面到下面 一条线下来 一条线下来 那也可以代表 一直剩下一个月 或者是说分隔啦 分开 两边分开 两边分开 什么 就是分隔啦 OK 所以教会分隔 我们 也可以代表 OK 如果丈夫不要来 妻子不要来 就要分开了 好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感谢赞美主 要记得祷告 要记得跟人家讲到 天国敬劳 你主耶稣就要来 接新娘了 Amen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